欢迎来到一天挺一点 在这里我们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 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 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 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你一定听过一句话 叫做家庭跟事业要能够兼顾 要让这两件事情得到平衡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如果你在事业上非常的成功 但是家庭不幸福 那我想也不是真正的圆满啊 虽然说话是这样子讲 可是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极端哦 就是呢 有一些朋友他非常努力的 就是为了保持平衡 好像平衡才是他的目的 而不是平衡之后 他可以去享受人生 怎么说呢 他可能为了追求所谓的平衡 他在事业上的关键时刻 他不敢真正的撒开手脚 他不敢真正的全力以赴 他更没有燃烧小宇宙的机会 因为这样子不敢在事业上 积极地去争取表现 甚至于当自己想要提升自己 又会顾虑到 我去学个才艺 我去学个能力 会不会花太多时间 像是这样子哦 与其说他在让自己保持平衡 不如说他把自己活得瞻前顾后啊 我想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平衡跟瞻前顾后 应该会有很大在本质上的差异吧 如果再进一步看 回到我们生命当中 任何你想完成的任务 你觉得是同时做好几件事情 让他有一定的进度 比较切实 还是你在每一次都专注地 把一件事情完成 或者是做到一定的里程碑 再去做下一件事情 会比较有效率呢 其实在我的真实经验里 当我能够集中火力 在一件事情上 把它做到一定程度 这样子往往才能够 让事情有效地步上轨道之后 这时候我才能够腾出手脚 去处理其他的延伸项目 就像是烧开水一样 你想象一下哦 今天如果有一锅水 下面有火在烧 每次烧着烧着烧着 好不容易温度加上去了 你就把火关掉 等到水温降下来了 你再把火打开来 再烧烧烧烧烧烧 结果呢 烧了一会儿又把火关掉 如此不断地反复 你永远不会得到一锅 真正烧开的开水 反而你会因为这样子反复加热 你这一锅水会越来越少 因为蒸发掉了嘛 你看哦 这像不像的是 当你一直是要追求 所谓的平衡的时候 会产生的窘境呢 你手上有三件事情 可是这三件事情 没有真正的烧到沸腾 你老是在加热 你也老是在熄火 时间长了呢 你锅子里面的水 只会越来越少啊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呢 其实进一步来看 这就是在我们的思维里 我们只聚焦在所谓的存量 有很多朋友哦 要坚持保持平衡 其实内心的深处 是源自于他根本不想要付出任何的代价 他想要一子不失的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啊 我们人生当中时间是有限的 我们的注意力也是有限的 如果你没有在关键的时期付出关键的努力 让这个努力把成果累积下来 作为你日后的资本 那么你很有可能就是看上去很努力 你很努力的在让每一件事情保持平衡 这个平衡要刮好起来 因为事实上时间一长 你是没有一件事情都到足够的水准 也就是说 你根本没有真正哪一锅水是烧开的 你看哦 想透了这一点 当你太过纠结或聚焦在所谓的保持平衡 它是不是反而浪费了你的生命 而当某个时间点到了 这个平衡不仅没有达到平衡的结果 反而正是你会失衡的主要原因 就像是有很多人到了中年 才发现自己高不成低不就 那不就是在他关键时刻 他没有把他在事业上或专业上的等级 或者是累积的资源 聚焦火力集中的到达一定的高度 造成的心理遗憾吗 可是如果反过来 当一个人的思维是聚焦在增量呢 他聚焦在 他去创造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他每一个阶段的火力集中 都是为了让自己手上有更多的筹码 而用这些筹码换得更多的资源 这些资源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余裕 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面 可是听到这边 我猜很多朋友就会吐槽了 那你这不就是更加速失衡吗 因为你看到很多人一路拼事业 就拼到了忘了家庭 忘了身旁最重要的人 其实啊 要我说会有这样的结果 他在本质上跟前面说的 他再次念字的就是追求所谓的平衡 其实在心理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一个人再次念字的 只在平衡 而另外一个人再次念字的 只在事业 他们的共同性就是 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去厘清 他们为什么要追求平衡 或者是追求某些任务的阶段性达成 如果一个人追求平衡 追求到一事无成 你想这是平衡吗 可是如果一个人不断地追求事业的发展 追求到家庭非常的失败 那你想他得到事业的高峰 意义又在哪里 所以我常常觉得 人是一个很有趣的存在 当他只是为了做而做 他没有去厘清自己为什么去做的时候 很多荒谬就会活灵活现地 在我们面前不断地上演 甚至于自己都会成为那荒谬的主角 那为什么我们很少去厘清自己真正的动机呢 你可以想想 所谓的追求平衡 或者是追求成功 你是生来就有这个观念吗 你是不是听这个社会 或者是听媒体 或者是你身旁的朋友师长 给你的这些观念 然而你通常也会在不假思索的状况底下 朝向那个你看上去好像还不错 或者看上去好像还算能接受 喜欢的方向 就觉得那是自己该去做的 然而呢 你的潜意识不会骗你 你只是去听别人这么说 你没有真正的深刻思考 那不管你是在追求平衡 还是追求事业的成功 其实在这些过程里 你也常常分心不是吗 就像是你在追求平衡的过程当中 你真的能够安然于现状吗 会不会心中常常有一些波澜 尤其是开同学会的时候 看到同学的车开得比自己好呢 再来你在追求事业上的发展的时候 是不是常常也唉声叹气 说何必那么努力 不如归去啊 所以你可能会发现 你根本没有在当下嘛 这样的你 无论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始终都不会是你想要的模样 于是那些一直萦绕在你心中 你觉得该去做的事情 它就一直被拖延 一直被延宕了 所以从这个结构里面 你可以发现 分心跟拖延 它是一个很明显的行为指标 那么我就要问你 你觉得自己 无论面对生活里面的大小事 会经常有分心跟拖延的状态吗 这些状态让你没有真正的 去投入你该做的事 或者是好不容易 你去做了某些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却又没有办法真正的贯彻到底 因为你被分心了 如果你想要摆脱这样的困境 我很鼓励你 无论你选择的生命形态是什么 都值得你花很多的时间 去先帮自己理清 为什么选择它 然而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学习也会带给你很大的帮助 我们近期推出的线上课程 成为你想要的改变 就是针对这样的你 尤其是苦于分心跟拖延的你 所设计的线上课程 这门课会陪伴你一步一步的 运用设计的思维 去设计出你自己想要的人生 尤其是面对那些 你一直该去做 但是一直没有真正去做的事情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常常说 人生是要来享受 而不是来忍受的 如果你想要停止分心跟拖延的恶性循环 那么成为你想要的改变 这一门线上课程 就是为你设计的 这门课从推出到现在 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 很多朋友也回馈给我们 他说课程里面 关于设计的思维 尤其是分成 初阶 中阶 跟进阶 给他很大的帮助 让他有如像是升级打怪一样 慢慢地成为一个 等级更高的人生玩家 所以很期待你的加入 尤其是我们从即日起 到6月7号的晚上12点之前 成为你想要的改变 都有最早鸟的优惠 熟悉我们课程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刚推出的最早鸟优惠 它是错过了再也回不去的 所以现在优惠价是1413 我们希望这门课能陪伴你一世一生 希望你的加入 也希望我的分享 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们制作的内容 无论是透过YouTube还是Podcast 都请你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 我们需要你的支持 然而如果你对于 起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 有兴趣的话 我们在每一段影片说明里 都有相关的连结 尤其是今天提到的 成为你想要的改变 这一门线上课程 再次呼吁请你务必把握6月7号晚上12点之前 1413的优惠 期待你的加入 也希望我能够在线上跟你一起前进 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谢谢你的收听